各位同學好 我們要來看一個邪律的問題 因為在胡基根這邊 他常常會討論邪律要怎麼樣推算 研究邪律的重點 也是因為我們的生活 也一直在面對很多的變化 生活當中的很多的變化 你要知道它的改變情況的描述方法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描述它的變化率 描述變化率 以數學上來說的話就是一個邪律的概念 我畫了一個簡單的圖在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有一條這樣的線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線 他通過這個點 描述一下 這個點的話是高度為四個單位的點 因為有兩個坐標變量 所以我又寫成0 0的話代表水平軸的位置 垂直軸的話是四個單位的高度 然後這邊也會有一個對應的位置 這個點位呢 是坐標原點的左邊六個單位 所以應該寫成-6 x 走往左邊 數六個單位-6個單位 應該講六個單位 因為有正幅的方向 所以我們描述的時候會多一個負號給他 那高度方向上的話 對到的點位應該是 y分量是0 好 那以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是一條直線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想像說是一個現象 就是我的生活周遭有很多很多的現象 那這麼多的現象 我要怎麼描述他的那個改變狀況 改變狀況可以用很多種描述方式 其中一個描述方式就是那個邪律 不過這個邪律 你要了解一下他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他是有方向的 這邪律是有正負的情況 比如說 如果口語化來說的話 應該是後來的減掉原來的 一定是後來的要減掉原來的 如果你不是後來的減掉 那個的什麼呢 的量 那個量有可能是 比如說我們想知道那個費用 我想知道費用的那個增加或減少的話 一定是後來的費用減掉原來的費用 一定是要用 假如說我是要研究我現在的收入 跟昨天有什麼差別的話 那我一定是用今天的來減掉昨天的 假設我這兩天的收入有點變化的話 那我一定是用後來的要減掉原來的 如果我的問題是跟時間有關的話 這個分母就應該是時間差 如果我的問題跟距離有關的話 這個分母應該是距離的那個變化量 就比如說我現在走一步 那個高度 像這個斜坡來講 這是一個山坡 我走十步好了 我走了十步 我那個山坡的高度 增加了五公尺 那這樣的一個高度變化 走的步數跟高度的變化 會形成某一個變化率 那就是距離的概念 那步數是距離的概念 反正就是這個是一個 也許是時間差 也許是距離的那個變化量 都有可能的 時間差是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是那個跟距離有關的 距離的變化量 好 因為我們用時空來解釋 是用 是比較清楚的啦 我用時空來解釋的話 這分母應該有可能是時間差 有可能是距離的變化量 好 那在這個問題身上 我要怎麼描述剛剛講的這種東西呢 這個斜坡的這個分子跟分母呢 好 以這個問題來說的話 一定是要後來解釋 解釋原來的喔 那正的方向是什麼 就代表 我在判斷後來跟原來的時候的那個依據 好 因為 箭頭代表正的方向 水平軸是向右為正 垂直軸又有一個箭頭 垂直軸是向上為正 所以我在講後來的一定是 往正的方向去看 好 在x軸方向 他的後來一定是偏右邊 以y軸來看的話 他的後來一定是偏上面 好 所以這條紅色的直線 我在看所謂的後來的時候 應該是要看這個點位的後來 去減掉原來這個點位的量 好 我的量到底要怎麼決定呢 好 我可能 可以講說 剛剛講的那爬山的例子 我可能可以講說 我爬的高度是多少 好 我爬的高度啊 除不上我走的步數 好 以這兩點來看的話 他走的步數應該是這個範圍 好 因為我們坐標軸 上面有用x當水平軸 的那個變量 水平軸的變量是x 所以這個走的 如果用爬山的概念來說的話 走的步數我用datax來表示 應該是這樣子 好 因為 有同學會說 是不是 可以用 以datax來說的話 用後來減原來這個概念來說的話 那應該就是0 減掉-6 因為這個點位的分量 x的分量是0 所以應該是後來的0 減掉原來的-6 所以會產生6的 這個水平的變化量 水平軸上的變化量 有可能是時間的變化 也有可能是距離的變化 所以爬山的例子來說的話 是走的 我剛剛講的例子的話 是走的步數的多少 好 垂直呢 垂直高度的變化量 我剛剛的例子是說 走了十步爬升了五公尺 以這個datay的概念來說的話 一定是後來的 後來是這個點 後來這個點的y分量 減掉原來這個點的y分量 那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把後來的跟原來的 其實這個分子跟分母 都是後來跟原來的這種相減的概念 不管是要談時間差 一定是後來的時間減掉原來的時間 我們不會用這個昨天來減今天 一定是用今天去減掉昨天 類似這個意思 好 那定義的時候 就定義說 這是一個習慣 如果我們的數學前輩們 把它定義成顛倒的話 其實也不影響我的結果 因為怎麼思考就稍微相反就好了 但是前輩們他們的定義就是 跟我們講說 我就把這種水平的變化量 當做我的分母 就是在畫座標走的時候 我就水平走當做時間走 或是水平走當做距離的相關的變化量 距離都用水平走來表示 歪走的話 像我剛剛那個意思來說的話 就是那個高度 也有可能是溫度很多 反正就是我的時空的坐標 在義偉的問題身上 我的水平走就是時間走 或是我的水平走就是空間坐標走 歪走的話 有可能是我剛剛形容的高度 高度是一個概念 或是溫度 或是經費 或是我們想不到的任何物理量 或是化學量也OK 這個水平走的 就是我剛剛畫的這個ΔX 我的垂直走就是我剛剛上面描述的ΔY 我們的前輩是 數學界的前輩 是用這樣的概念去定義邪律 萬一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說 我要顛倒也可以啦 其實也OK啦 只是我們的思考方式 就有些人慣用左手 我慣用右手 他慣用左手 他也會寫出他想要寫的那些漂亮的字 我們慣用右手的人當然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下 金城目前我們都認知的邪律的定義 所以應該是四除上六 得到的邪律是三分之二 講這麼多 就是講一下邪律其實他是很定義的 他並不是非這樣 邪律是我們的數學界的前輩 他們都慣用右手 例如我們有些人慣用左手 就不太習慣 請同學們參考 請同學們參考